嗯 前面都差不多吧 都正常的下反 嗯 这个比哪边都行 比上边也可以考虑 比上边也可以的 嗯 之后攻击这个黑子 从实战看效果好像不太好 可能 嗯 嗯 先弄他们俩不知道怎么样 但这样可能落后手 黑极火旗去了 嗯 嗯 但现在白系攻击黑系 但走着走着已经 白系也不比黑系厚了 白鸡这个字有点孤单了 让白鸡逃跑了 黑鸡飞过去了 这样黑鸡实地是捞了好多 黑鸡实地捞了不少 所以说白鸡从上面那个局部来说白鸡并不比黑鸡厚 这个地方其实并一个也行吧 或者沾一个大卡 也能下 这样攻击可能稍好 能缓和一些吧 这个尖顶是对黑鸡压力大 但是白鸡自己也薄了 跳一个挺温和的一波 底板是把它给震住什么的或者是飞住 嗯 我当时觉得是 你去哪个子 我要是真的要是一定来的东西 我也不见得能把你工作怎么样 所以我挑了一个 我觉得也能多少起到一些压力 把脚也给补好了 所以我觉得你也补不好 嗯 嗯 但现在白鸡已经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起了 可能 我也不知道在什么东西 我当时就自己 当时走的比较厚的 让你自己跑去 你跑 我觉得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能跑 反正首先黑鸡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所以 它周围的地方价值应该都不大 嗯 这个跳一个挺温和的 嗯 第一感应该好 我感觉震震这个 嗯 那黑鸡自然就逃跑了 白鸡再刺过来 黑鸡跳出来 白鸡补了一个 不补的话 担心什么 不补有啥问题吗 靠一个是吧 那这样子暂时出不了 其家味道也差了很呢 嗯 黑鸡可能类似于这二棋 当然这棋也是我担心的一方面 但就算是 就算是 真的暂时没起 那又能撑到哪儿去呢 东九被捕啊 东九被捕啊 东九被捕 这个黑鸡也没火 左边这四个还是没火 嗯 嗯 往前跳看着这傻 所以先攻击白鸡去了 之后 就是往前跳吧 反正 反正 白鸡再跳 黑鸡就把脚都不好 嗯 差不多 差不多吧 我总觉得有点 不香 因为我至少很想拿白鸡了 我总觉得被你走到我外围了去 虚空也守过 所以我这样子干 嗯 嗯 所以走这个 但黑鸡冲的时候白鸡又没沾 沾可能感觉亏了这样 白鸡送死一个 嗯 那沾这个 那这俩被吃了也是蛮大呀 是啊 嗯 然后 嗯 看白鸡上面怎么处理了 如果是 顶这个的话 黑鸡当时准备就气了 当时准备就气掉脱线走别的了 嗯 实际上脱了一个 白鸡也没反 以为白鸡反打一个呢 反打的话 不然大概会吸油 也是抢个线手走别的吧 这样转换了 实际上粘住了 然后粘这个 这上面有没有气也不知道 嗯 黑鸡如果走这个 这外面可能还是有点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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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黑鸡下的比较厚就射掉了 嗯 当时感觉它吃住两个还行 就没想太多了 这时候我已经发生起来 我以为那个鞋是鞋是什么的 嗯 嗯 这个 我担心这个 其实被你强杀 我觉得没把握 我就觉得被你强杀 没把握 连斑 就看黑鸡这虎是不是先手 如果虎不是先手 那连斑挺厉害的吧 嗯 我其实实际上准备的是扒长 嗯 就算扒长一下黑鸡也不好连呢 不是的 但是那个牌子是不是可以把我吃了 我担心的是 这个鞋是能活的呀 顶的 嗯 嗯 我担心这么坑 嗯 这个斑还是蛮大的 因为它有鲜手味道 因为它有鲜手味道 嗯 这样 嗯 嗯 那把鸡断算是给黑鸡留点毛病 所以黑鸡 嗯 黑鸡就补了一个 但这招鸡好坏难说 从木树上来说 这点还挺大的 嗯 嗯 不知道什么情况 挺慢的吧 嗯 实战 当时感觉形势还行吧 就补了一个 你去用摄什么的说呀 然后白衣 就把脚说 这脚当然很大了 嗯 嗯 嗯 右边那个 白鸡搬也搬不下来 这是击打啊 打击也暂时也太重了 嗯 嗯 让黑走这个 白鸡碰还是挺厉害的 黑鸡如果搬 当时好像看白鸡可能会走这个 嗯 这当然 当然也是一盘棋 可能就转换了 当时我的心很自信 我准备 我准备 用射我手反击 我的心是非常没自信的当时了 嗯 所以黑鸡当时还是挺保守的 反正也没反击 反正也都能下吧 实际上选择这个最稳的了 但这也 黑鸡倒也不算亏 反正白鸡还不错吧 这这已经 这边已经都要脸上了 这白鸡稍便宜一点吧 嗯 但黑鸡也有收获 就是白鸡当时那个搬下去的手段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头变成硬头了 再就是黑鸡中间也已经补过棋了 所以白鸡这再后对黑鸡左边中间也没啥影响 随着结果黑鸡也能接受 接下来就拆三就是最后一个大场了 黑鸡就来威胁这白鸡了 之后这两下白鸡挺痛苦的 嗯 这样白鸡得逃跑了 但白鸡又是 又不想直接逃 用单一直接逃 黑鸡有很多利用吧 所以先描着黑鸡一下 反正这都算仙少便宜吧 因为黑鸡还算比较厚 能交换到这几下白鸡还行吧 之后 黑鸡也没反击就都跟着走了 当然反击也是个下方 当时就是黑鸡一直下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再就是这个点本身是损的 是损了 所以跟着走了 嗯 之后白鸡占挺强的 普通可能这样 但白鸡当时形势不乐观估计也就这样了 嗯 嗯 这儿黑鸡在局部关子上还是有所便宜 左边得到一个托 嗯 因为白鸡 白鸡怕这个长长先手 我估计是 你直接照顾了我已经死了 跳在那儿我死了 这不归哈 嗯 嗯 所以这个关子下面和左面 白鸡都要退让一下 这样 嗯 这样即便白鸡吃掉这个黑子也 也占不到太大便宜了 再加上黑鸡还有利用 最后 黑鸡粘反正也挺 沾白鸡也是有点危险吧 那黑鸡当时感觉挺乐观的 就吃了一下 嗯 最后的结果 虽然这个白鸡吃掉这个黑子了 但是 考虑到中间 黑鸡提朵花下面得到脱退 左面也 占了点便宜 这个 黑鸡还行吧 嗯 下面脱鸡不能算吧 我飞一个技术人士 我中间不是你那个黑子 你也有脱退的便宜啊 嗯 但也 嗯 但看情况吧 那如果 如果 如果中间是这样的话 那这肯定脱不到了 这脱白鸡要反击了 你先不打室内的你也可以脱啊 嗯 直接脱 嗯 白鸡有吃的可能吧 这个吃还是蛮大的 白鸡就这么拼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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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